那继续呢,我们在节目这边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我们很多 基本上呢,就是子凌在的地方 是在高雄 然后呢,我们很多高雄人都是住在 这个凤山 那不晓得说大家对于凤山 到底熟不熟呢 比方说,我们大概比较知道 就是说,左营那边有旧城 然后呢,应该说 城墙啊,城门 那凤山大家通常就讲旧城 那在凤山旧城 其实它剩下的遗迹 我觉得是不多了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但是好像很多朋友 其实是不熟 甚至说我们的那个凤山旧城 的北门呢,上面 居然有门神 这件事情我看到都觉得蛮惊讶 那很多朋友大概 是不知道的,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 就是来邀请到了 走进城玩一天的作者 林嘉宜呢,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谈一谈,介绍一下 我们其实是住在高雄凤山地区 大家比较,就对这个区域很熟悉的人 但其实你不太了解这个凤山哦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先请嘉宜 跟大家来问候一下 嗨,紫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嘉宜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嘉宜 这一本新书 好,因为这个如果说 我们可以把它那个稍微拍一下下 因为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是整个摄影机好像就会去遮住了 这是嘉宜的书 走进城玩一天 好,那在这边呢,就是嘉宜 我看到的,这其实是一个绘本 绘本就蛮适合小朋友啦 来看哦,所以他不会说非常的那种 声音,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历史书 像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朋友 都是那种文史工作 他们看的那种文献密密麻麻的字 然后有时候又是那种比较古代的那种说法 我都觉得哦,看了很头痛这样 然后嘉宜呢,你们这一本是绘本 然后用一种 就是你们原创的新编的故事 让大家更认识凤山旧城哦 那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说,你怎么会从这个门神开始 然后凤山旧城北门怎么会有门神 这不是应该都在那个寺庙啊,那个门吗 那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那个子玲的背景 特别设定了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刚刚所说的两个门神 对,他们就是现在看不到颜色 是一个泥素浮雕的样子了 对,在拱城门上 那它是在台湾 算是唯一一座城门上面有门神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会想说来设定它作为我们这一个故事的主角 嗯,来图形我们北门的特色 对,那其实呢 一般那个,就这个当然会有门神 它有不同的说法 那其实当然它主要也是要保卫这一个城里面的人嘛 对,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因为北方是鬼门的方向 所以要雕塑门神来贺阻鬼魅 这是一个重要的说法 那这也是我参考到过去我们高雄建成系列的这一系列书籍 里面有提到的 嗯嗯,是 好,那这两位门神大家要来认识一下他们的名字哦 因为呢,我们平常好像比较少会这样称呼他们,对不对 就是神书和玉蕾 嗯,它其实发音很难 我一开始都念玉蕾 后来发,就是文化局的朋友 玉蕾 提醒我,说叫玉蕾 玉蕾,对 玉蕾,对,你知道我以前我是叫神徒和玉蕾这样 所以我都念错 所以是神书和玉蕾 呃,你比我好,我之前还叫神茶 啊,真的吗 就是,对哦,就是更久以前 我就,我真的还不太了解 然后那个,还以为那个字是茶 后来才发现,诶,有多一痕是念书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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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那从他们两位门神呢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了什么呢 哦,这两位门神呢 他们站在这里其实就是,就算我没有编这个故事 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对他们充满了好奇跟想象 因为呢,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呃,站在这个门前面呢 呃,现在的我们站在这里 旁边呢,是哪里呢 是很热闹的这个呃,圣利街 就是呃,呃,这个左营的一个街道 就是如果是在外线市的朋友 对,可以想象一下旁边有一个一间多纳支 嗯,然后很多的机车啊 甚至也可以穿越它 然后大家来来往往的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大概从 呃,那么久以前 呃,大概 呃,十八十九世纪到现在为止的 大概一直都是 甚至更久以前,对,都一直是人来人往的 所以他们两个呃,尤其是在这个 呃,他建成了以后呢 呃,他们站在这里 呃,是从一 呃,那个1826年开始的 对,那已经那么久的时间站在这的话 一定,一定是看到了我们的祖先 一直到我们现在这样不同呃,时代的人 对,那所以他们 等一下,我要先打岔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呃 呃,凤山旧城北门是左营 旧城是指左营那一个地方 不是现在凤山地区的那个凤山 对,哈哈哈哈 是现在在左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哈 对,他因为以前是叫做凤山县 就是以前有设这个叫凤山县 但是他所谓的凤山县是包 是我们现在这个左营的这个地方这样 嗯,是蛮大的一个范围的 是,所以你看我连我们自己住在这里的人 都傻傻分不清楚 到底你现在讲的凤山是哪个凤山 好,大家知道在左营那边哦 对对对对 嘿嘿嘿,好啊 所以那个门选你刚刚说在胜利路多纳支 然后,哈哈哈哈 现在是看到这个 突然有这个仪式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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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那样,对 哦,好 好,那刚刚回到我们说 呃,他们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对对对哦 所以哦,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 刚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其实安排了很多的角色呢 他们在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是没有名 特别为他们设定一个名字 或者是帮他们特别在睡 寫说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呢我们特别是安排在这个插画上面 有很多的巧思 所以就是可以发现说 比如说门神他们也很好奇 比如说怎么有带着这个花 然后盛装打扮的母女 然后有很多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牛车是很重要的一个 带步跟交通工具 或是运输的交通工具 所以看到有很多牛车 然后甚至有带着很多的心裁 因为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角色就是固定不动在那边 所以当他们看到了以后 他们就很好奇 有一天就是这个故事开始 那一天就是这个保身大地 慈激宫的保身大地生日的日子 所以这两位门神他们就想说 今天因为大家特别的隆重 然后大家特别的热闹 我们趁机这样子也混进去 应该有可能不会被发现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鼓起勇气 一个是神书 它是一个在里面设定 是一个比较大胆 然后好奇心旺盛 愿意去尝试新东西的门神 所以他就跳下去 然后在郁律的 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角色 那他就跟在后面 对就两个人就一起冲进去看一看 这样子 对那这个大概就是故事的发生的起点 是那他们冲下去看了之后 其实就看到很多 我现在才发现 其实它都是偏向就是我们的高雄的西边靠海这一边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认为的那个 那个凤山的旧城城门其实是定错的位置 对对我还以为他把整个高雄都逛遍了 我看到好像里面就有看到海啦 然后看到宝生大地啦 跟西方人坐着那个车子 好像是什么轿子吗 对对 轿子然后还拿相机上山 对不对 其实他比较是 就是说靠海这一边高雄的一些场景跟故事 其实就是左营这个旧城的建成呢 跟这个他的这个地理位置 就是他靠海啊 这些都是 现在是叫好像是左营军港 但是以前叫做万丹港 这是有 还有它有龟山 蛇山这样子的屏障 所以它会这样子发展起来 也因此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有特别设定到这几样 这比较几个重要的地景这样子 对对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像有 有这个外国人啊 刚好也搭上现在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编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刚好还没有这个斯卡罗这么红 大家可能 很多人可能对李先德 并没有那么熟悉这样子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他的背景年代 还有就是这个设定 他是有点类似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斯卡罗的那个 时空背景 所以一个西方探险家也就是在 那个时候开港通商了以后 会有一个像很多的西方人 他可能也会来到这个地方 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参考了像这样的资料 就是像有西方的探险家来到了这边 然后他在这边进出 也引发了他们两个的好奇 甚至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去上山下海 对那那个时候刚刚有 子凌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海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万丹港 对那他们那个时候 就是也有就是跟着这个李先德 不是李先德 对我要澄清 就是那个西方探险家不是李先德 他只是一个就是在里面虚构的一个人物 只是刚好那时候有 对他就跟着这样子一个西方探险家 然后爬上了这个龟山 然后看到了那个时候的这个万丹港的景致 对那那个时候呢会有这个灵感 想要来写这个万丹港 还把它画下来 是因为参考了李先德台湾记形 然后以及就是很多我们旧城的这个书里面 都有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就是从就从这个龟山上面去望向大海 这样子的一个景色 对那张照片就是 就是后来也画在我们把它画在我们的这一本书里面 然后另外也有特别跟台试 台湾历史博物馆取得授权 就是有把那张照片也放在我们的探索手册里面这样子 哦 所以我看探索手册就看得到了 对对对 呃我也看一下是在第十九页 第十九页这一个图片 我刚刚呢就是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去看的那个是龟山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爬到那个英国领事馆那一边的就现在的那个寿山柴山那边 啊是因为就是其实龟山他算是在这个呃 左营旧城他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他他就是因为他也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屏障这样子 所以他他甚至是跟旧城是连在一起的 我也会呃很推荐大家说如果要认识旧城的话 应该也要跟他一起去认识旧 对因为那个时候呃龟山跟蛇山都很重要 那个时候甚至有一个违规放蛇的传说 因为在过去就是呃呃呃就是呃呃这个应该怎么讲呢 要话说从头在这个呃呃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石城 对不对 但是左营的这个旧城他过去曾经呃呃他他他曾经其实是一个土城的一个情的样貌 对那只是对现在后来又重新他后来又改建了以后变一个石城 他在呃呃朱一贵事件就是1721年朱一贵事件爆发了以后呢 他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要加强防御 然后在191722年就是去新建完工这一个土城 嗯那在那个之后就是呃呃呃那个时候土城呢 他有就是围住了这个龟就是有圈住这个龟山跟这个蛇山这样子 对但是后来呢就是又经厉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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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他舍去了这个蛇山 就是有点类似像那个风水的那种说法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把这个龟山就围在里面 然后围归放蛇 所神龟在里面却任由蛇精在外 破坏了风水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龟山 他其实不管是在民间的传说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这样子 嗯嗯嗯 是 那也有人 对对对 那也有人可能会想说 那我们里面画的那一张海 会不会是连池坛 但其实不是 就是那个往左营军港的方向 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万丹港看去的 嗯嗯嗯 好那我另外想请教一下嘉宜 就是呢刚好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一开始是宝生大帝 他的生日嘛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有提到像西农寺啊天后宫啊 这些都是大概位在哪里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信仰 对于说当地呃其实是有很深的影响吗 嗯嗯对哦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呃呃呃有设定了 呃呃因为那个对因为那个时候的信仰 对对信仰圈来说对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先设定了像是呃宝生大帝 他那个时候的位置就是那个慈济宫的以前的位置 他是在这个城比较中心点的一个位置 对那后来是才移到我们现在就是在呃就连池潭边 对对对连池潭边那边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所以如果说去翻开我们这个绘本里面的一张旧地图的话 就是我们在中间有一个拉叶就是他有一个古地图的那个样貌 对就会发现说哦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门神 他们去找宝生大帝是往中间里面去去往城内去走的这样子 嗯对那那这个呃宝生大帝呢当然就是在呃民间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呃信仰这样子的 呃那尤其是他可以像是有呃治病啊或者是祈求平安像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对所以就然后我们在里面呃也可以看到他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很亲切的一个形象这样子 嗯哼那另外的话里面有提到像是呃辛龙寺的这个呃修行的人会去上面点灯 帮助他们找到以前回家的路这样子去那个天后公园的对那这其实也是在那个很多的文献上面 大家呃呃呃就是呃我们这边有关旧城的研究里面呢有去访谈到的样子对 就是在呃过去因为这个港呃万丹港在那边然后这个渔船呢他们回来会找不到回来的路 那当以前当然也没有灯塔那就是会有这个辛龙寺的这个和尚他们啊 每天晚上都会到山腰那边的那个呃天后宫那边去去点灯帮助渔船找到回家的路 对大概是这样子嗯哼是好那呃以前我们看就是说这些呃古代的资料或者文献好像比较 呃声音枯燥而且老实说那个语言的描述哈跟我们现在脱节比较多所以你们这一次就是用走进城玩一天然后用呃我们的两位门神啊神书跟玉律哈他们两位这样子当主角就是去逛看到的这样子感觉是还你们想要去做一些不同的这个呃 呃桥梁吗跟现代人沟通吗哦对呃其实这本书是为小朋友设计的嗯就是他完全的出发点 因为其实说虽然说是绘本但是绘本当然也有有分不同的年龄层啊甚至现在有很多的绘本是为大人或是图文书是为大人而做的嗯但是这一本呢其实在刚刚出在设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是能让越小的小朋友甚至他的年龄层很广大人也会喜欢啊就是最好的 嗯嗯那当然在这个呃故事的设定上面他当然就是要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故事脚本这样子所以虽然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在发生比如说不管这个城他经历了林爽文事件或者说像朱依贵事件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又在这边谈这样子比较呃比较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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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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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能小朋友一开始就会觉得是蛮枯燥的 或者是说我一开始就一直用凤山线或什么的 这样的称呼让小朋友觉得很遥远 那他们可能也会 呃 一开始受到了一些阻碍了以后 就很难再继续阅读下去 所以他一开始最难的三个字 呃应该是说最难的几个字 大概就是神书郁郁还有辛龙庄几个字 接下来应该就不会再出现 这么困难的呃 的词汇了这样子 嗯 大概是这样 嗯 是的 好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就是走进城玩一天的作者林嘉宜 哦 那把我们的这个呃 现在左营地区哈 然后呢 凤山旧城从北门的呃 两位门神哦 就是神书跟玉律呢 他们呢 呃为主角 然后跟着到这个左营旧城啊 呃 凤山旧城呢 左营地区现在这样子整个呢 去看了一遍 好 让大家呢 对于说我们的这个文化 早期的文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啊 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边就要谢谢嘉宜咯 好 谢谢紫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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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